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說起元朗,你又會想到什麼? 元朗出名的B仔糧粉? 還是元朗出名的游身街? 還是...看日落很美的夏白禮? 咦? 夏白禮就是位於深圳灣大橋以南,屯門龍古灘以北一帶的地區 而在夏白禮這裡,望出對面的海就是深圳灣 再過少少見到的喜寵機就是鹽田港 夏白禮這裡和深圳只不過是隔了一片海 而在那片海上面,就全部擺著一排一排的蠔架 那裡就是我們很有名的陽蠔牆 那裡的蠔公園住我們劉浩山的飲食業 還有香港其他地方 好了,延貴正傳 不如我們說回夏白禮的海洋垃圾問題 雖然說夏白禮這裡的海洋垃圾數量不多 但是它的數量都很豐富 例如上面有建築用的木頭,磚,塑膠類的話 有食物夾包裝袋,膠瓶,一些塑膠的碎片 還有一些膠粒,或者尼龍繩 而第三類就是漁民用的東西 例如漁網,一些繩,甚至是家庭類 三虎鞋墨,我都找到 而最多,最常見,最恐怖的東西 是最天然,但是最人造的一個垃圾 蠔殼 剛才說到夏白禮對外的樣子很長 那些商家把蠔開完之後 把蠔賣給酒家,就把蠔殼放進海 蠔殼隨著海水的沖冊,不斷地湧上沙灘 最終,整個沙灘就被蠔殼堅蓋 最可悲的就是 雖然蠔殼是一個很天然的物質 它可以自己降解,可以自己分解 但是,最可悲的就是 它上面綁著一些尼龍繩 而那些尼龍繩是不可以自行分解,降解 我昨天在沙灘那裡,撿到一條尼龍繩 居如繩只不過是露出了一尺,在沙上面 但是它另外兩端就陷入了沙的,很低很低 我嘗試去刮它出來,但實在太久了 真的沒辦法 蠔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 對外的蠔牌,原文將蠔 由小小的開始浸來龍繩 將它一隻一隻串起,掛在蠔牌那裡養 養大了之後,就將蠔剝掉 然後將蠔肉賣給對上的樓婆山 或者其他商家 然後就將蠔殼連繩,就這樣丟進去 很簡單的處理方法,對不對 隨著海浪的沖拆,那些蠔殼連繩 就被人衝了上來 雖說蠔殼是可以自行降解 但是那些尼龍繩不行 但是,變相衝上來的就是一些塑膠 除了蠔殼之外 當中也都不缺乏一些在中國大陸飄過人的垃圾 例如一些塑膠的食品包裝 三副鞋物等等 我們都可以在這裡找得到 雖然說,深圳灣是個內灣 它沒有受到珠江口的直接污染 所以下巴黎的垃圾才變相這麼少,對不對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我們對外面還有一難難的蠔牌呢 塑膠垃圾浮面,蠔牌又浮面 其實很有可能,這些蠔牌幫我們擋垃圾 所以相對地,我們的垃圾才這麼少,對不對 你想一下,為什麼同一個海岸線的龍古灘 它的垃圾會這麼厲害 除了它是珠江三角洲的寺村之外 有沒有看到這個原因呢 反過來想 對上樓浮山在吃海鮮的人 在吃生蠔的人 其實很可能在漁民幫他們開蠔的時候 把垃圾都清掉垃圾 但是那些蠔可能已經受到垃圾的污染 換句話說,他們不是真的在吃垃圾落土嗎 吃落土的東西沒有人理 吃不落土,衝上來的東西就更加沒有人理 其實下白泥這裡,這麼多的遊人 相對地這麼少的垃圾 很可能的一個解決方案就是 一人撿一件垃圾 來下白泥的時候,一人帶走一件垃圾 相信不用多久之後,下白泥就會變得很乾淨 這個想法看似很天真 但是未必不是完全不可行 但是似乎更加多的遊人 根本沒有注意到海洋垃圾的這個問題 我相信,如果我們可以先在下白泥做好 香港的其他地方就會有得救 起碼有更多人知道和關注這個問題 要說下白泥的海洋垃圾問題 它絕對絕對不是香港最嚴重的一個沙灘 對比起屯門的龍骨灘,長洲,東龍島等等 其實下白泥的情況都算良好的了 起碼不是真的整個沙灘被垃圾掩著 雖然下白泥不是最嚴重 但是下白泥絕對可以作為一個人子 下白泥這裏被譽為全香港看日落最漂亮的地方 吸引了不少人進來看日落 當中包括不少情侶、學生 甚至乎像我這樣一個人自己進來踩冷車看日落 但是,在他們眼中這個這麼漂亮的地方 除了日落之外,還有什麼呢? 8 9 9 全部 2